在Tilling Court这个地方啊 这里呢就是领袖马蒂乌拉的王国了 在这个地方呢每个月都会有新的办公室设立 几乎所有的市场上的交易啊 任何事物吧都跟这个领袖有关系 你在这儿啊要是不跟他有联系 你根本甭想这个开业 你也甭想挣钱 另外呢你就是像那种联合国的那种NGO啊 你想在这儿行使一些你自己想做的帮助啊 也都不可能 2008年的夏天呢 一个与外国有联系的一个NGO组织 就在海拉家不远处的一个路上呢 开了一个那个办公室 这个机构的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女人呢 就跑到海拉的办公室 想问他呢愿不愿意帮助他们这个组织 他们这个组织啊主要就是帮助这个 像农村运送这个药物的药品 海拉呀已经很多年没有踏足过Tilling Court这个城市以外的地区了 他觉得呢他愿意接受这个新的挑战 通过这个穆斯的那个老朋友啊 就那个哈吉阿克洪德 因为他必须得有一个那个Mahem嘛 就是陪伴者监护人 这是那个一个医院的一个医生 跟他的丈夫穆斯以前是老朋友了 他后来呢就帮助这个海拉 又联系了一个在偏远村庄的一个朋友过来帮助帮忙 很快呢这个这些药品呢就定期的能够送到这个Tilling Court以外的贫困妇女的手中了 而海拉呢也把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新项目中 但是很快啊这个NGO就关闭了 几周以后呢连他主要的那个雇主啊 那个阿富汗的那个NGO组织也关闭了 海拉大概失去了工作没多久啊 这时候呢他在阿富汗那个非政府那个组织有一个同事 转到了呢一个这个当地的一个朝圣部门去工作去了 就是专门负责啊 就是穆斯林圣那个教徒嘛 都是能够希望自己到沙特那个圣城卖家去朝圣 作为一生中最重大的事 甚至啊很多人呢就是倾家荡产也要去一次 嗯 这个他呀现在非常需要有一个女性来帮助处理这个女性朝圣的这个事物 这个地方呢与海拉以前的工作场所不太一样 办公室全是男的 而他呢就得八个小时都得戴着面纱 起初呢给他安排在一个那个密室里边 因为你不能跟那些男的在一个屋子里啊 他呢负责啊这个填写女性申请人的这些文件 可是啊来申请的这女性啊人数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海拉整天的无所事事 后来呢他又开始呢帮助那些不识字的男性农民呢填写一些表格 因为他从来啊不收不收这个贿赂 结果呢他反而迅速的比其他的那些男性同事更受欢迎了 所以你说这个这个腐败啊 就是你稍微给他一点权 尤其这个贫穷越贫穷的地方啊 他越是泛滥 你连填个表格他都能收贿 海拉呢特别希望丈夫能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从衣乌所有到现在过上的好日子 他总觉得呀丈夫能够看到 因为在梦里啊 丈夫就跟他一起在工作 而且呢手下有几十个雇员 他也经常想起啊在喀布尔上学的日子 海拉呢是有大学学位的 这个呢也注定了海拉可以做的更多 在这个朝圣办公室里啊 呃周围人呢都非常善良 但是呢大多数啊连高中都没毕业 即使是海拉的那个上司那个主管 也只能够勉强的阅读文件 那你给我别写就更为细了 作为一个女人呢海拉肯定是不能不能够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边去当一个主管啊 作为什么的 但是有一天下午啊他突然冲动的决定 干脆我呀去参加那个培训那个朝圣的那个教员的那个考试就得了 他呢就是想啊给这些要去朝圣的那些人呢 去传授你在这个旅行过程中你需要知道的基本知识 考试呢也就是在这个朝圣季节前一个月进行的 海拉为了通过这次考试啊日夜学习 几周以后他就拿到了证书 然后他就开始在这个黑板面前手里拿着粉笔向着一屋子的农民啊和那些部落长老开始讲 开始讲重点 所有人呢都静静的坐在那看着他 从他结婚以来啊他从来没在这么多人面前站过 他声音呢又弱又轻 但是所有人啊全都那全身贯注的静静的听认真的听 没有人笑话他或者是骂他 这让海拉难以置信 而且啊下了课以后啊所有人都来向他表示感谢 甚至啊有人叫他女儿啊或者是姐妹什么的 一个长老呢还跟他说 虽然啊这种工作不太适合我们村里的那些妇女 但是非常适合像你这样受过教育的父女 所以啊一个国家啊你如果想让他进步 这个国家的父女受教育程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嗯也决定了这个国家文明的程度 有一天呢海拉呀在他的这个办公室啊工作到很晚 突然呢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是他丈夫的叔叔 他也是来申请啊要去朝圣 自从离开了这个乌鲁兹干啊 海拉就没见过他 他其实心里啊有好多的事情想问他 比如自己的房子怎么样了呀 财产现在怎么样了呀 小叔子怎么样了呀 婶婶们都怎么样啊 所以他们俩啊聊了好几个小时 海拉了解到啊 那个扎西尔那个警察局长 几年前就跟这个杨闹翻了 据说是俩人为了这个鸦片利润的问题 后来呢就是这个杨向美国人举报 说这扎西尔是塔利班 现在呢这个扎西尔就跑到巴格拉姆去 也就是这个整个地区 现在都归塔利班了 也就是说他投奔塔利班去 而政府现在控制的这个领地啊 大概也就是省长他那个家 方圆一英里左右 再也出不去了 俩人一直聊到晚上 这位叔叔呢突然看着他说 哎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朝圣啊 海拉呀还真的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这个想法简直是太疯狂了 他连市场都去不了啊 怎么可能老大爷还跑到沙特去 但是海拉就是海拉 他坚定的说 要是你能带我去 你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海拉呀就坐在飞机靠窗的那个座位上 不停的摆弄着他面前口袋里的那个应急的袋子和卡 这是他呀被送到坎大哈 用飞机啊 送到坎大哈 看儿子的那一次 以后他 第二次坐飞机了 透过他的那个罩袍的那个网啊 他能够看到远在跑道边缘的那个提灵阔头山 他是这个飞机上唯一的一个女性 那叔叔呢就坐在他的旁边 海拉呀就把脸死死的贴在那个窗户上 看着那个蜂窝状的那些泥土 泥坯房子啊 从他的眼前 抓抓的往后退去 他上次去喀布尔的时候啊 那飞机场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现在喀布尔不一样了 呃 在这个飞机上呢 他把那个罩袍啊 换脱了 换成了头巾 因为沙特啊 你可以只带头巾就行了 几个小时以后呢 他们来到了卖家 他从来没见过 哎呀 这么有组织 这么干净 这么有那个现代感的一个地方 而这个沙特啊 是一个阿拉伯世界啊 应该说是一个 呃 最有效率的一个国家的典范 你能看见啊 在这儿呢 就是给那个搭了一个属于帐篷城市了 海一样的那个帐篷 每个帐篷里边呢 这个海拉都能看到 在那个美军基地里 见到过的那种空调 回国以后啊 这时候所有人不再叫他海拉了 而是呢 开始广他叫哈吉亚呢 哈吉亚就是一种尊称了 这个你从朝圣过来 就为什么你说那些人 就是倾家刚才要去一趟啊 就是你回来 你的身份和这个就再不一样 这男人们跟他说话的时候 也是用那种 对老人用的那种尊重的态度 因为这个海拉这次的这个成功的朝圣 一下呢 也激发了附近这些妇女的妒忌 在这个闲聊中啊 说他的时候啊 就说他跟这些办公室的这些男人们啊 走得太近 太随意 暗示就是说作风不好 这时候他家的窗户 又开始有人往这砸石头了 他知道啊 是时候开始要改变了 于是呢 他就用多年积攒下来的钱呢 把这个家搬到了离他这个保护人 也就是那个领袖 马蒂乌拉家不远的那个大房子里去 哎 你离到这儿近了 他有谁敢再欺负他 谁敢在马蒂乌拉周围扔石头啊 那不找死呢吗 是吧 哎 他就搬那儿去了 随着这个朝圣季节的结束呢 他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 他要寻找新的工作 这时候正好是阿富汗的第二次总统选举 要开始了 五年前啊 海拉就是跟他丈夫一起参与了帮助选举的活动 有时候啊 他还会跟他丈夫的那个老朋友聊起这个事儿 但是呢 大多数时间啊 他把自己的内心的想法其实是藏在心里的 海拉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人 其实他这个老朋友啊 就给他在一个NGO的一个机构呢 帮他找了一份临时工作 这个机构的重点呢 就是提高妇女的选举意识 跟这个五年前啊 在这个乌鲁兹甘其实做的差不多的这个工作 这个海拉呢 和他的团队呢 会前往一些偏远的村庄 哎 或许呢 能够赢得这个当地这个村长啊 允许 嗯 允许他呢 安家安户的去拜访 在家里边出不了门的那些妇女 一般呢 大多数的妇女啊 都会接受他带来的那个宣传小册子 但是其实他心里边知道 很少会有人真的去投票 工作了大概一个多月以后啊 海拉就被派往喀布尔去参加一个选举的研讨会 他呀 整整的在那个办公室待了两天 根本没机会出去看一看他出生长大的城市 其实在这个喀布尔 他还是觉得一切一切 好像还是在塔利班管理事务一样 就是很多的这些禁忌啊 没有解除 回到了这个机场以后呢 他就向他的马赫姆告辞 就是你到喀布尔了 你也得指定一个这个你的马赫姆啊 陪着呢 就是监护人 然后他又跑到这卫生间 把这个头巾换了 再把这个乌鲁兹干那穿的必须穿的那罩袍给罩上 可是走出来的时候啊 他突然发现他忘了把那高跟鞋给换成平底鞋了 可是这时候呢 这飞机可能马上要起飞了 所以呢 他一想得我呀 呃 等以后再找时间再换 这时候飞机里边的后机室啊 挤满了这个各种的农民啊 还有就是商人 另外就是哭闹的孩子啊 把他就成形绝对啊 穿着罩袍的妇女 反正你看 这个地方你闻起来啊 特别像进了一个马厩 就是 那个 那种 又是草 又是那个 就是那种味 养马的那地儿 海拉这时候啊 就闭上眼睛 让自己平静一下 静等着航班通知 突然呢 有一群人呢 冲了进来 大喊大叫 这坐在地上的人 马上就开始散开 然后呢 这帮人呢 又踢了踢 那些动作不快 不肯挪窝的那些男孩子们 这赶紧啊 这个 还有这个自己的男人呢 又赶紧 把自己的女人 也给推着 推着啊 给腾出空间来 然后呢 这帮人又把那个 就是后级楼 那个 整排整排的塑料椅子 也哗 给推到一边去了 这海拉呢 就赶紧问他这个 监护人 这个马赫拉姆 说怎么了 结果啊 这个人就跑过去看了看 然后回来跟他说 领袖来了 来这里 来机场 对呀 他来喀布尔访问来了 今天也要飞回 乌鲁兹呢 这时候啊 这个 后机室的大门 再一次被推开 更多的啊 那种保安人一样的那种人 涌着进来 带着那种 各色的那种 灰的呀 银色的那种头巾 手里呢 都拿着那种对讲机 哎 反正是威风凛凛的 然后啊 这个保镖 啪 一下分成两对 中间这时候走出来 马蒂乌拉哈 就这个 旁边啊 这好多人啊 就开始冲上去 跟他握手啊 什么的 其他人呢 都是静仰的 那么看着他 突然啊 这海拉呀 惊恐的发现 这马蒂乌拉 突然朝着自己 坐的这个方向 椅子这边走过来 这个马蒂乌拉 这时候呢 跟这个海拉附近的 这些人啊 打着招呼 然后呢 就看了看 这个照袍 照着的这个海拉 说这谁啊 旁边呢 就有一个人就说 这是哈吉亚呢 在这个整个乌鲁兹干啊 只有少数少数的女性 去过麦加朝圣 而这个现在呢 只有一个人 在喀布尔 那马蒂乌拉肯定知道 马蒂乌拉立刻就笑了 然后指了指 他那没来得及 换下来那高跟鞋 很高兴认识你啊 我不知道原来你是一个 如此时尚的女人吗 海拉呀 吓得没敢出声 因为在这个他长期啊 处于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啊 他已经学会了 在一个这么容易受到强者影响的 这个大环境当中啊 你说出的每一个字 都必须经过谨慎 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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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谨慎的选择 否则一句话 你可能连命都没了 结果呢 这个马蒂乌拉呀 这时候又继续说 你会说话的吧 对吧 海拉就是海拉 海拉这时候平静说 是的 这个领袖啊 比他想象的还要高 人呢还要朴素 他身上啊 简直就没有任何武器 衣服呢 也是那种又脏又旧的 人呢也看上去 好像老师那种懒洋洋的 双臂呢 很自然的垂在两边 当时海拉就想 这难道就是我们乌鲁兹干的国王吗 我们的Kim吗 不过啊 这个人让海拉感觉好很多 而且呢 也对自己啊 更有信心了 两个人呢 就那么开始交谈了起来 海拉呢 也解释说 他现在在帮着做选举工作 当然了 这个他谈到自己的时候啊 为了安全起见 他把自己丈夫穆斯的死 归咎于是塔利班干的 这领袖呢 就突然又问他 你想不想为我工作呀 那我能做什么呀 我们准备在这个乌鲁兹干 为这个卡尔扎伊总统建立一个竞选办公室 我呢 想让你负责负责这个妇女部门的工作 你看怎么样啊 海拉呀 一直觉得这个马蒂乌拉 为什么这几个月 一直对他很感兴趣 为什么呢 就是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 他一求助 这个马蒂乌拉 马上就会来救他 他现在好像感觉知道点 但是呢 他又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马蒂乌拉的邀请 领袖接着又微笑的说 你在乌鲁兹干做的这些工作啊 说明你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而这就是我需要你的原因 我需要一个勇敢的女人 竞选办公室啊 就在这个提林扩托市中心的一个大房子的一个底层 墙上呢 就挂着什么卡尔扎伊啊 有一个角落呢 就竖着这个一个美国国旗 海拉就跟其他的这些选举的工作人员啊 一起就是为这个卡尔扎伊 还有另外一些政府官员呢 做一些这个竞选的工作 拉票 海拉的这个工作呢 第一就是目标就是确保妇女去参加投票 或者啊至少确保他的丈夫代表他们去投票 办公室里的这些男人呢 就跟各个村长的这个长老啊 乡亲们哪的不停的联络 对他们来说啊 投票啊 跟民主没什么关系 而是什么呢 通过这个机会 我来确保什么呢 在合适的时候 选合适的人来掌权 因此啊 这个投票啊 通常因为不是分批进行的吗 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村子啊 90%的人都是支持一个候选人 这在阿富汗的选举中一点都不罕见 就是什么拉帮拉票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连海拉和他的同事们都很快意识到 就是这个政府啊 现在控制的这个农村地区实在是太少 这是这个只有几个别的村庄啊 可以在那一天参与投票 剩下的都是塔利班控制的地区 而且塔利班已经开始公开说了 这个谁敢参加这个选举投票 你将获得一个 你意想不到的这个下场 所有人都知道啊 这个这一次的投票率一定是尴尬的局面 就是第一道你觉得很尴尬 而他们呢 就需要去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 怎么能够弄些作假的 把这个投票率给弄上去 海拉也知道没有其他的选择 他只能够不断的走出去 而他也觉得只要是能走出去 他心里边就会觉得很满足 这个有一个来自喀布尔的一个顾问呢 给他提供了大概数千本的 专门负责给那些家庭主妇的宣传小册子 而他呢就在陪同之下 带着这些小册子 跑到这个T零扩头以外的这几个村庄 反正就是至少这几个村庄还算是安全的 他呢就跟那些家庭妇女们啊 讲这个卡尔扎伊总统啊 都做了什么呀 对我们阿富汗有什么重要性啊 什么什么的 通常啊 这些妇女都很礼貌的 把他讲的这些都听完 但是呢 他们根本不关心 直接就开始问海拉关于在喀布尔的生活 他们对这个海拉描述的啊 什么喀布尔那些街道上啊 市场啊 都对妇女完全开放 这种描述难以置信 难以理解 虽然有一些人呢 表示挺羡慕这种生活方式的 但是大多数人觉得 这种生活方式应该遭到谴责 不出去的话呢 海拉就是一个会议 接着一个会议 这个竞选工作呀 也进行的特别的缓慢 直到啊 有一个新的这个团队 从喀布尔赶来了 事情才有了些气色 这个团队里边啊 有一个人叫哈尼菲的 这哈尼菲呢 是穆斯 就丈夫穆斯的一个老朋友 他呢 以前呢 也是在这个议会啊 省议会里边任职 一般阿富汗的这个议员啊 这个省议会啊 是差不多十几个人 十几个议员 完了后在每个省 再派两个到上边叫参议院 就有点像美国的那种啊 但是它是每个省是不独立的 不像每个美国啊 每个州是独立的 他呢 就是这议会呢 就是跟省长一块 这个提供建议呀 提供帮助什么的 这个到了上院啊 就是议会上院 那就是参议院了嘛 这就算是众议院了 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乌鲁兹甘省啊 有一名议员 在这个任期结束前呢 就退出了 所以呢 他这个丈夫 这个丈夫的老朋友 哈尼菲 因为是一个备受尊敬的 一个部落长老 就作为一个临时议员 来代替了 而他呢 也是因为竞选啊 回到了 乌鲁兹甘省 开始走访着 提琳扩特的各个社区 同时呢 他也开始担当起 海拉的监护人了 对于海拉来说啊 哈尼菲的到来 对他真的是 一股清新的空气 同时啊 他也对自己的内心呢 有一种痛苦的拉扯 毕竟啊 这个 办公室里啊 很多人是不知道 这个海拉的遭遇 他也不提 可是呢 这个老朋友 这个哈尼菲呢 是乌鲁兹甘人 而且是 就是他们那个 老家附近的人 所以呢 海拉觉得呢 跟这个人呢 能够聊聊过去 确实啊 嗯 怎么说呢 在他的记忆中啊 喀布尔 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 喀布尔了 但是他 总是内心里边觉得呢 他是属于喀布尔的 也在海拉 在这个 他这个 提琳库的这地方啊 呃 好多人都直接称呼他 喀布尔女人 因为他在说话的时候啊 有着那么一种城市人的那种自信 而哈尼菲呢 也看得出来 这个海拉呀 跟他在乌鲁兹甘 遇到的其他的那些女人啊 完全的不一样 他思维方式啊 很喀布尔 于是啊 有一天 在一个工作会议以后啊 这哈尼菲就问他 说 你想不想去喀布尔啊 海拉都不带犹豫了 直接就点头 嗯 那我觉得你啊 也就说只能选十个男子 你没有另外两个女的啊 那这俩女的就空着 有就有 议员呢 这个也经常会跑到喀布尔啊 去参加一些培训呢 去开开会啊 什么的 海拉当时以为啊 哈尼菲跟他开玩笑了 他没想到啊 哈尼菲真的是认真的 他深沉的呀 就看着海拉 然后呢 就把话题转到了其他地方 回到家了以后啊 海拉让孩子们去帮他买那些油啊 蔬菜烤饼什么的 边做饭 他就边想 这个关于这个议员这个选举的这个话题 一个家庭主妇 真的可以去参加议会选举吗 那周围人会怎么说呢 可是几个星期过去了 这哈尼菲再没提过这个问题 连海拉都觉得自己有点非非作响了 他不知道啊 其实哈尼菲早就跟那个领袖 马里乌拉汉聊过了 这领袖啊 也关注这个海拉 关注过一段时间了 这个女人真的是 他们这个地区非常罕见 非常有潜力的 对这个领袖来说 是一个好帮手 毕竟啊 他想在这个政府里啊 要谋得一个席位 哎 能够尽量多的就是向着他的那个席位 而这个呢 呃 他想拿到呢 又最容易的就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妇女 因为这个两名其位的这个妇女 太难找了 现在呀 有各种的力量啊 都想阻止这个领袖 马蒂乌拉 获得更多的权利 你比如荷兰人就是啊 虽然美国人是没管这一套啊 就是因为荷兰人也在这个人权报告上呢 呃 发现他这个有污点 嗯 不是很干净 而这个乌鲁茨干省在这任的那个警察局长啊 也对他无端膨胀的那种势力 因为他他他他他你知道吗 这马蒂乌拉没官职的 哎 也感到特别不安 所以马蒂乌拉呀 特别的需要在这个当地政府里边 尽量的安排自己的盟友进去 而现在在他看来 海拉就是他即将的盟友了 好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